走凌晨去凌凌百雅的劉心市 我們用的車走45分鐘 我的火車是5個小時 因為它卷山上走在村園和那裡 等於昨天我們的車 如果在海關過到我們餐廳的話 就實在是3分鐘 但隔離坐的公巴 不知道坐了多久 燈到頭都暈了 看到這裡是公共車 山田上面的房子 看起來不錯 如果你住過的話 也很開心 這些傳統的瑞士庫 下面是豐富的 一定是用磚或石頭搭的 二樓三樓才是木 因為現在有電去做暖氣 剛才沒有 所以牛仔就放在最底的地上 人就睡在上面 那是你的家材 冷到牛仔就不得電 在右手邊下面不尊 那就是牛欄 以前是牛欄 那臭死 臭死或凍死 龍裝也是最好的 在左手邊有些黃色的木門板 你看看 多鮮 這些童話世界是來自甚麼呢 就是這些 在大地之下用工資 灑這些金粉 去做一點點 做一下粉紅色 搭配灰色 真的 像小時候的聖誕卡 就是這樣 現在神景也是一樣 來到其實都幾飄零宴 若然我們有機會 用到牛奶罐的話 跟飄零宴是一模一樣的 海底經常抱著麵包 中間有三個洞 還未切片前 就是這樣 幾長都有 那三個洞 是預備給它焗麵包 當時用來做爆口 不是戒它三個洞 都會玩 一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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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哪裏爆出來 給它爆口 就整齊齊齊 切得好切一點 其他東西 其實呢 好像其他通常 城市其實都